动漫作品当中热血系列往往是人气最高的 最近日本有一部以灭鬼为题材的大热漫画 成功吸纳大批粉丝 连乐队Tonic也被深深吸引 新歌的题材也用上了这部作品 这一天他们去电台宣传新作 也分享了这次的创作理念 我们的新歌就叫做鬼灭之日 就是从一个漫画题材就是改过来的 然后里面这首歌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动漫人物 还有他们的能力 其实我们想说的就是当有敌人的时候 就要不同的人去发挥自己的能力 自己所长 然后才可以一起去完成这个任务 对对对 就好像你们乐队一样 对啊 就一模一样 Tonic的作品主题特别 每次都带给愿民新鲜感 他们就解释这个特点 也是为了贯彻成立Tonic的初心 我们的乐队的名字Tonic T-O-N-I-C-K 其实就是用音乐 就是记录下来 把我们的事情记录下来 就是从一开始去玩这个乐队的时候 就想了这个东西 是我们一辈子也要负责的一个事情 也要尽量去做 然后就题材就是 很多时候就是这段时间里面发生的 我们都好想用音乐记录下来 每一段时间会想说不同的东西 谢谢乐迷也允许我们 就是不断去 就是有一点任性了 其实我觉得 但是也没所谓 就是我觉得大家喜欢音乐 然后音乐就是好玩嘛 主音横载自爆 在疫情期间心情很浮动 一众成员曾经连续几天 坐在录音室的天台 发呆望天 考虑接下来的计划 幸好迷茫过后 Tonic也创作了不少新作 将会陆续带给大家 这个年头我们已经订下了 两年的计划给我们的乐队了 就是这个两年里面 很规律地推出我们的新歌作品 透过音乐跟大家说话 那疫情的话有影响到你们乐队的运作 我们三个在 不是在家里 就是在一起做音乐 所以就 见到他们的 对啊 所以在做音乐上面来说是好的 团员之间的默契会不会更加深 加深了 都够多了 都可以 在家就 太深了 太深了 太深了